所以净土法门 无比殊胜 不只是释迦牟尼佛参谈 释放三世 没有一尊佛不参谈 一切祝佛如来 没有一尊如来 不劝他的真实弟子求生尽土 你华阴阴上 皮诺真那佛都不例外 你就可想知 这无比殊胜了 华阴经到幕后 文书普行 这是皮诺真那佛的两个祖宿啊 率领着 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到极乐世界 去跟阿弥陀佛去 表演给我们看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为什么 佛在经上跟我讲得很清楚 菩萨在华藏世界修行 从初注 到妙觉 需要三个阿弥陀佛 但是到极乐世界去修行 不需要用意见那么长的事情 不需要 他就成就了 成就快速啊 往生到华藏世界 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 那真是 无量界的薰修啊 到华藏世界 成就很慢 如果到极乐世界呢 立刻就成就了 那我们像我们这样人 无量界来 都在造业 不是在修行啊 是在造业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业的习气这么重 修行怎么可能这么重的习气 造业 这一凭烦恼都断不了 建货里头五大雷 头一个深陷 我们能断得掉吗 你能真的把生放下吗 真不胜我 现在量子 扩修家 也说了 身体不如 身体是刹那刹那 在生命 他举个例子很好 五分钟之前的我 跟五分钟之后 已经不是一个我了 这就变化就很大了 凡是有生有灭的 都是假的 扩修家现在也讲这个 是不是真的 不生不灭是真的 这跟大臣讲的是 完全相同了 现在进度就可贵了 我们能够碰到这 真是遇到宝了 这个东西能够帮助我们 这一生成就 而且要快速成就 要怎么要真干 要真正把念佛 当作一回事 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心里头 其他的 全部都扫得干干净净 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夜行念佛 求生净净净 要多少 多长的时间 我们看净净 神仙路 看王僧传 里面差不多有一半的人 一半以上 三年成功 还有不少 三年不到 就成功了 前几年 深圳黄中昌居室 都三十出头 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做了个试验 他听说三年念佛成功 他就试验 闭关三年 每一天念一步无量手机 其余一句念佛 就是一句佛和念到底 两年十个月 还差两个月 满三年 欲知识知 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真的不是假的 他给我们做三转发轮 做正转 他给我们做对名 你看就那么容易成就 到极乐世界 独越知道 阿维越知菩萨拉 那还得了我 我在这里讲 就是劝大家 他在那做榜样 你看 他去的多么自在 多么潇洒 把这个世界 写得干干净净 也丝毫贪念 没有了 那么外国人讲 2012 现在到2012来得及 2012因为是12月21号 来得及 那我们要真干 这灾难来了不怕 灾难来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 灾难不来了 不来也应该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多好啊 不必在这个世界受罪 黄中昌 就成佛去了 好 非常好 没有比这更好了 把阿弥陀佛 放在心上 其他东西 都放下 我相信 没有一个不成功的 感谢我